大家好,我是公众号自由翱翔的白头鹰 主要关注移民方面的事情,包括移民政策,为什么移民,如何移民,移民哪里及国外的好景好物分享 希望对国外已发展世界感兴趣,并且真心实意移民的小伙伴 搜索并加我公众号自由翱翔的白头鹰,及时收看有用的移民信息及国外美丽的风土人情 谢谢,今天要介绍的是,关于西班牙移民的方法与政策 首先老规矩,我们先从国家基本情况,签证及护照的方面 介绍一下西班牙,西班牙王国,通称西班牙,首都兼最大城市为马德里 西班牙是议会制君主力限制政体,有世袭的君主和两院,主要信仰天主教 实施人口约4650万,国土面积50.6万平方公里 现今,全球有5亿人口,使用西班牙语,令西班牙语成为世界上总使用人数第三多,母语人数第二多的语言 西班牙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 截至2020年10月,经济总量居欧盟第四位,世界第十四位 2021年,主要经济数字如下,国内生产总值GDP12万亿欧元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5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4万欧元 西班牙系欧盟成员国,深根成员国和二十国集团永久嘉宾国 奉行欧洲主义,注重参与欧盟机构建设,高度重视并深化同美国关系 在2022年,由于疫情缘故,世界整体流动性变差 但西班牙护照在173个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费数量排在世界第二位 现实主要移民西班牙的途径有投资移民、创业移民、技术移民及非盈利移民签证 1.西班牙投资移民 在西班牙投资移民中,申请人并没有学历、语言、工作经验、商业背景要求 相比起其他国家,投资移民门槛较低,定居条件较宽松 西班牙支持三代移民,申请人可带同配偶、未婚子女 以及已退休且经济上依赖申请人的父母,一同移居西班牙 债券投资 申请人只需要满足一般申请条件及投资要求 如选择购买当地债券或股票 也可以进行在当地进行银行存款,便可申请投资移民 申请条件 1年满18岁或以上,且过去5年没有犯罪记录 2需定期居住在西班牙 3拥有足够的资金收入 主要申请者的最低收入金额为每月2130欧元 其后每位随行成员增加532欧元 4能出示西班牙的健康保险证明文件 进行符合要求的投资项目 购买200万欧元的西班牙政府债券或购买至少100万欧元西班牙公司股票或在西班牙金融机构存款至少100万欧元 申请人在符合以上要求并完成投资要求并取得适用的证明文件后 便可以向西班牙移民局发出投资移民申请 但申请人需要注意 申请手续需要在完成投资后的60天内完成 移民局签证审核及签发 通常需时至少三个月 如申请人审核通过 西班牙移民局会发出一年的西班牙拘留证与申请者 房地产投资 除了购买债券和存款 申请人也可以通过在西班牙购买至少50万欧元的房地产 以满足投资要求 西班牙目前并没有限制购置的房产类型及用途 可以购买多套房产 一可以自住或出租 在购买房产前 申请人需前往西班牙当地考察选购房产 并完成购房手续 申请条件 要在西班牙投资价值50万欧元或以上的房产 二年满18岁或以上 且过去五年没有犯罪记录 三拥有足够的资金收入 主要申请者的最低收入金额为每月2130欧元 其后每位随行家庭成员各增加532欧元 四能出示西班牙的健康保险证明文件 要留意的是 西班牙登记处发出的房屋所有权和费用证明 必须在递交签证申请前一年内签发 审核通常需时两个星期 如申请人审核通过 西班牙移民局会发出一年的西班牙居留 正与申请者 申请人在西班牙开设银行户口后 通常需要存款以解决生活不时之需 二 西班牙创业移民 西班牙创业移民也是主流的移民方式之一 相比投资移民创业移民并不需要投入大额的资金 对申请人的学历 语言及商业背景也没有要求 更多申请人会选择此类移民计划 申请人除了满足一般的申请条件外 西班牙政府也会对申请人开展的业务项目 进行调查和审核 业务项目需要符合西班牙社会利益发展 才会被接纳 一般来说 申请人在递交申请后的六到八星期 便会知道审核结果 如通过审核便会获发一年签证 申请人需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申请西班牙创业移民 一年满18岁或以上 且过去五年没有犯罪记录 二 拥有全球健康保险 三 拥有足够的资金收入 主要申请者的最低收入金额 为每月2130欧元 其后每位随行家庭成员 各增加532欧元 如果申请人计划在西班牙开展创业项目 项目要至少满足以下一个条件 为西班牙当地创造就业机会 开展的业务将在业务区域内 产生正面的社会经济影响 对西班牙的科学、技术创新 做出重大贡献 除此之外 申请人的业务项目 还需要获得西班牙贸易协会的认可 并证明申请人唯一或主要目的 是进行筹备工作 并开展创业活动 除了递交一般申请文件外 必须提交一份评估报告 加一份影印本 以确保申请人开展的创业项目 达到以上提到的西班牙社会利益 业务项目将由国际贸易和投资部 或申请当地的西班牙经济贸易处 进行评估 三、西班牙技术移民 如果你具有一定的职业才能 又或者是专业技术人员 而又不想投放大额资金到移民计划 那么不妨考虑申请西班牙技术移民来获取签证 申请条件 除了需要提供健康保险和满足收入要求 主要申请者的最低收入金额 为每月2130欧元 其后每位随行家庭成员各增加532欧元外 技术移民计划 对申请人的学历及商业背景有一定的要求 除了满足一般条件 通过技术移民的申请人 还需要符合以下至少一项身份 大型企业集团或中小型企业的管理层高层员工 管理有关社会发展项目的高层员工 其业务项目需要符合社会利益 毕业于著名大学及商学院的学士或研究生 除了上述工作与西班牙企业的员工外 符合以下要求的申请人 也可以通过申请技术移民 来获取西班牙工作移民居留许可 申请人为从事研究活动的工作人员 在西班牙设立的业务实体或RDI中心从事科研 开发和技术创新工作的科技人员 符合要求的研究人员 需与公共或私人研究机构达成法定协议 任职于西班牙当地大学 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或商学院的讲师 除了一般申请文件外 透过技术移民的申请人 还需要递交由隶属公司代表发出的移民申请 及有当地负责移民事项的高级专员签发的居留许可 申请人收到工作及居留许可后 需一个月内向领事馆申请工作签证 逾期将不获受理 四、西班牙非盈利移民签证 不同于另外三种移民签证类型 申请人不需要投入大额投资金额 也不需要在西班牙工作或创立业务项目 非盈利移民是指申请人有居留在西班牙的权利 但不能在西班牙进行经济活动 即不能设立公司或在当地工作 这一类型的移民计划 较适合申请人在居住地已有稳定业务及收入 但自己及家人想在国外生活 申请条件 一年龄18岁或以上 且没有犯罪记录 二、非欧盟成员国公民 三、没有在西班牙境内有非法停留记录 四、拥有全球医疗保险计划 亦没有患有任何影响公共健康的疾病 五、每年收入至少2.6万欧元 若每增加一位家庭成员 各增加6400欧元 六、获得签证后 一年内至少有6个月居住在西班牙 申请人准备好相关文件后 便可以前往西班牙领事馆 递交申请资料 通常递交申请资料后的一个月 便会有审核结果 如果申请人在一个月内没有得到回复 便可视为被拒签 申请人在得到签证后 需要在有效期内入境西班牙 延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否则会被视为放弃签证入境资格 而在进入西班牙境内后 一个月之内 申请人需要前往移民机构 或所属警察局 申请外国人证件 以获取合法居留资格 享有当地移民签证的权利 西班牙移民流程 在准备移民西班牙之前 申请人可参考以下步骤 来准备申请文件 要按申请的签证类型 准备相关文件 二网上预约到领事馆提交申请 建议于出发前至少三个月前提交申请 三收到西班牙移民局通知后 可于工作日上午九点至下午一点间 到领事馆领取护照 四可于领事馆预约面试 即到达西班牙采集指纹的日期 五申请人首次申请西班牙签证 将会获发一年的居留许可 七满前须须签居留许可 六入境西班牙后一个月内 需申请外国人居留证 期于西班牙居住满五年 可获永久居留 十年可申请入籍 入籍西班牙条件 申请者需要在拿到移民签证后 在西班牙住满五年才可以申请永久居留 申请人在初次申请移民签证时 会拿到一年有效期的居留签证 之后申请人需要在期满后 申请两年的居留许可 两年期满后 再申请两年的居留签证 为1加2加2的模式 要想申请入籍西班牙 申请人需要在拿到永久居留后 还要满足以下条件 才能成功入籍西班牙 要申请者需在十年内 居住满八年四个月 2通过西班牙宪法 和社会文化知识水平测试CCSE 此测试内容涉及西班牙宪法 和社会文化知识 3通过基本的西班牙语语言测试 申请人需要在考试中 至少达到A2水平 4良好的公民行为表现 并出具由相关部门的无犯罪记录 西班牙移民局在通过审核后 申请者需要在180天内 到当地公民注册管理处 完成入籍程序 以及进行宣誓 及放弃原有国籍 申请人在成功入籍西班牙后 便可以享受西班牙永久居留权 当地十年免费医务教育 免费公立医疗 及自由出入26个深耕国等权利 不仅如此 申请人还可以享有当地的政治权利 如可参与当地政治活动的选举 并拥有投票权 移民西班牙的优势 1. 西班牙移民 一人申请 全家三代移民 购房居留 可全家一起申请 直系家庭包括配偶和18岁以下子女 18岁以上子女及年长父母 可申请延伸居留 2. 移民西班牙后 可自由往返25个欧盟国家 可投资或经营公司 3. 移民西班牙后 子女可以享受欧洲一流教育 方便与其他欧盟或美洲国家 进行学术交流 4. 西班牙移民条件宽松 申请手续简单快捷 或签率高 审理时间短 7-90天获批 5. 学历 语言及商业背景要求 5. 抢拓性投资 及巨额缴税压力 资金要求灵活 5. 移民西班牙后 每两年只需入境西班牙更新居留 6. 西班牙房价处于低谷 抄底投资的好机会 经济正在复苏 是良好的投资机遇 7. 西班牙环境宜人 高品质生活 基础设施 华人资源都在欧洲各国遥遥领先 房产及配套 更贴近华人消费者的心理及物质兼容度 8. 房产可视代继承 最后 没有最好的移民项目 只有最适合的移民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项目 限于字数及时间限制 无法在这里一一赘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取得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